好 这题属于素养考题 它前面给你一篇文章 那很多同学都会想说 赶快把文章看完 其实不用急 你先看看后面的问句怎么问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文章上面有什么重要线索 这样可能会加快你答题的时间 来 我们先来看看题目怎么问 题目说有两种同位数 两个稳定的同位数 分别是79还有81 还告诉你比例的哦 79 81还跟你讲比例哦 好啦 根据我猜测 等一下一定问你平均原质量 所以第一个下列合则有物 注意要选错的 我们选错的 合则有物呢 秀的平均质量是80吗 我们就来算算看 平均质量公式 代公式m bar等于m1xy 加上m2x2 老师它这个数字好丑哦 我们来看看它国字叙述 有讲一句话 你算约就好 算大概就好 有没有说小数点第十位 给我算出来 没有啊 那我就算大概啊 算大概很简单啊 50.7 不然当成50%好不好 偷懒一下 81当成50% 正好两个是平均嘛 取平均 80没有问题 所以这是对的哦 但是题目说选错的哦 所以我们先把它圈起来 对的正确 好 再来 秀的中指数 我光看到这个我就知道错了 为什么 因为同位数的定义是吗 子指数相同 但谁不同 中指数不同 子指相同中指不同 两个人 所以应该有两种中指数吧 所以它怎么只给一个 错 对不对 所以B应该是可以选的哦 因为有误哦 好 如果你真的要把它算出来 那没关系 我们用质量数去减掉 子指数就可以算中指数 可是老师 我这边不知道 你的原子序多少 没关系 前面有跟你讲 前面这边有告诉你 Bormine 35 所以原子序35 原子序35 我要算中指数 中指数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质量数79 减掉质指数35 应该等于44 或是81 减掉35 应该等于46 所以我有两种的中指数哦 好 所以它只写一种哦 所以它是错的哦 错的我先给它打叉叉 我们等一下来看谁有误嘛 这一并 好 再来 他跟你说BR2有三种不同的分子量 很多人这边就出问题了 老师 明明就是79跟81 所以是79乘以2 跟81乘以2 你少算一个79加81 OK 所以你可能是79加79 可以呀 你是不是可能是79 加上81 你也有可能是81加81呀 因为锈有两种状况 那两种状况有什么样的搭配方式 是不是两个都79 两个都81 一个79 一个配81 OK 所以我有三种不同的分子量 所以这个是正确哦 正确哦 好 再来80克的锈 约含有一末耳的锈原值 哎 约嘛 那我的平均指量多少 平均指量80啊 所以呢 80克去除以80 正好一末耳啊 所以可以哦 因为他讲的是锈原值啊 所以这可以正确 再来锈离子的 Br-电子数 约为36 怎么来的 因为直指数35 直指数35 你看这边是35哦 我多一个电子哦 比你直指多一个 我还多一个负号 所以呢是36 没有问题 所以35加30 加1 等于36 好 这个也正确 所以看起来能够选错的 只有B选下 对啊 按摩